一夜暴富的机会终于降临到大雄眼前 只要挖了这个宝藏就能走上人生巅峰 允许白富美指日可待 今天究竟是什么好日子 骗天骗地骗大雄 两人几眉弄眼唱双簧 要送大雄一张价值一个小目标的藏宝图 但凡大雄一点脑子 也知道这种好事还轮不到他 可惜大雄没脑子 天若有情天一老 俗称坑死大雄没脾气 谁让他不记得今天是愚人节呢 大雄旁观一扫 发现还有一个大雄也被坑 这下大雄平衡了 傻瓜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可大雄在挖的并不是钱 而是化石 根据他的推断这里肯定有好东西 大雄两人一拍即合 扛起铲子暴力开挖 大雄气得张嘴一顿输出 把他俩赶跑了 大雄两人回到家也是午饭时间 吃着盘子里的鱼 大雄行思也得过过愚人节 吃着剩的鱼骨头给了大雄灵感 两人决定联手坑大雄一次 蓝胖子又把贝壳也夹上 然后用时光包袱巾盖住 快进到几亿年前变成化石 然后找到大雁 一无所获的大雁看到他俩拿来的化石 说都不会化了 开心地像个两百斤的孩子 大雄两人憋笑臂的好生难受 大雁可是正把这化石当回事了 他认为这应该是最原始的鱼和贝类 而且还和现代的没什么区别 简直就是世纪大发现 乐呵呵地往家走 蓝胖子实在过意不去 现在的大雄跟胡乎二人有啥区别 因为人家说谎是为了让大家都开心 有一些惭愧的大雄 又有了个好主意 他要用垃圾来上化石骗局 这样就能顺理成章地说出真相 制造喜剧效果了 两人带来垃圾化石却没找到大爷 便先把化石埋在了附近 刚完事就看见大爷带着闺女来了 女儿告诉大雄他们 大爷从小就愿当古生物学家 可惜没当成 退休了才有时间捣鼓这些东西 所以这次发现化石他老开心了 整个人都跟年轻了十岁似的 这下大雄也慌了 但两人谁都不愿意当出头鸟 刚做完一番激烈的口头和心理斗争 准备交代事实 大爷那边就一惊一乍的 先是苹果核化石 做意证明苹果不是从外国传入 而是日本本来就有的 接下来又是蝙蝠散化石 是比十足鸟还要早的一种生物 还有四奥巴化石 被当成了巨型海白河 大雄和蓝胖子听着都要哭了 这要是这让大爷发表出来 不得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两人心一行全招了 时间包袱机一开 果然是一堆垃圾 大爷的小心脏差点承受不住 大雄和蓝胖子只能灰溜溜地跑了 忽然一只大蟑螂爬到了大爷面前 大爷一看 这不就是三叶虫吗 等等三叶虫 大爷牵了一声吼 大雄两人就吓得跪地磕头 一气呵成 两人大爷只是想问 这面绝了的三叶虫是怎么做出来的 可这怎么能做出来呢 所以这就是被时间包袱机还原了的 真正的三叶虫 而且还是火车声的新品种 神清气爽往家走 虎夫还想拉拨仇恨 可大雄确实找到了宝藏 那么三叶虫化石 究竟是什么时候混进垃圾堆里的呢 你就说这么美的妹子 怎能没有个成为美人鱼的痴心妄想呢 更何况这人还是静香 为了实现嫂子的梦想 蓝胖子拿出畅游饮料 只要喝了它 神仙来了那都得是个美人鱼 就连汉鸭子也不例外 显然静香动心了 虽然要来场水游就游的海底之旅 蓝胖子双手递上 静香选择一口闷 但阿雄拉起媳妇面向大海 只要看着海 就能变人鱼 可静香估计抗性太高 未来的二手道具完全不起作用 看着到手带情绪这么没了 蓝胖子赶紧打电话进行差评 正要再发现原来这饮料还分口味 而静香所喝的 就是黄瓜味 蓝胖子整个喵都不好了 静香潇洒地走出两步 黄瓜就眼前来 下一秒静香整个人都绿了 运气差了挡都挡不住 还被小可爱叫成老巫婆 就在静香对上眼的时候 大雄拉上媳妇就开逃 小女孩还以为是奥特曼打怪兽呢 静香毕竟是个女孩子 往地上一蹲 说啥都不肯再跑一步 蓝胖子旁观一扫惊呆了 喝头头上盘子的水干枯 就好比被点了定身术 一桶水浇下去 静香终于活了过来 下一秒静香又变回了妹子 一看到黄瓜就会变丑 静香想死的心都有了 还有效果只会持续一天 其料怕啥来啥 空地上就搞起了黄瓜cosplay 结果静香又被催了 三人只能继续逃 逃到空地时 三人已在其不能 正好碰到虎夫二人搞事情 法国的大蟋蟀 让大雄羡慕嫉妒恨 可箱子一转又见黄瓜 看着妹子大便喝头 小夫都惊呆了 垃圾胖虎就让他吃饭睡觉打怪兽 可电影镜再一看 小夫又惊呆了 小小年纪的我咋就老眼灰花了呢 小夫一步步靠近 静香又变了 小夫不跑还等啥 胖虎这次倒是出了拳头 只是不打合同打小夫 大雄三人只能先回静香归房躲一躲 大雄打头阵 确实前后左右都没黄瓜后 才不静香放进了房间 其料算漏了一步棋 静香妈毕竟是个主妇 一道粮瓣黄瓜 就把静香打回原形 吃饱喝足后 静香又被迫成了买菜工序人 虽然清单上没有黄瓜 但菜市场可是遍地有黄瓜 为了不让静香路过菜市场 蓝胖子带着两人绕了远路 可这绿长直 只是竟然大雄两人慌了 起了静香就拿起绿长直 因为这是西葫芦 暂时安全 起了一辆黄瓜车 又让静香破了房 看着小娃娃又要口出恶言 三人撒压子就跑 虽然肉买到手了 可为了躲避黄瓜 只能选择这家贵出天气的店 现在就只剩下豆腐了 为了媳妇的盛世美颜 专人决定再次绕路 三人顺着河边走 黄瓜又不请自来 南方的一个白米冲刺 躺壁当车 大雄趁机拉起静香的小手 就是一场完美的英雄救美 起了再次遇上小娃娃 看着顺流而下的小猫 静香决定出手相救 生命之前无美颜 静香下定决心 一个月起握住黄瓜 下一秒 就变成了代表合同消灭你的月夜合同 静香冲掉河堤 一个猛子扎入水中 静香虽已不像静香 却是个真正的英雄 静香终于游到小猫身边 救下了一条生命 人人的好坏 并不能以容貌去判断 而应该是以人的内在 终于度过了拿奥的一天 静香们想放松一下 洗了老妈的一套美容妆 直接让静香又变了 能为静香的合同妆可爱吗 这可能是动漫史上最浪漫的旅行 带上媳妇 牵上猛褶 去到一个人类不曾涉足的地方 这或许是大部分人一生 都无法抵达的高度 这一切还要从小福的日常炫富说起 富可帝国的他 在太平洋中有个私人岛屿 每个夏天都要来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可就因为大雄不会骑车 便没能蹭上这趟免费的船票 这种无形的霸凌虽然很残酷 可只有两个轮子的自行车 明显对新手不友善 于是小多拉拿出水中自行车 可这并非不会摔倒的自行车 而是可以在水中畅通无阻的产品 因为水中自有福利 即便毫无平衡感的大雄 也不会轻易跌倒 而他还有一个更妙的地方 可以让人类跟鱼一样在水下呼吸 而就在这时 静香恰巧路过 为了可以在媳妇面前 展现自己的学习能力 大雄想试着炫技 可惜事实变成了事实 而由于水中自行车 在水中的速度 要远远快过陆地上的速度 于是第二天 三人决定走水路 去参加小福的夏日帕 他们顺着河流 一路骑到了水坝 而蓝胖子打起了样 只见他在上坡处不断加速 接着一个跳跃 冲进了下方的大海 而大雄两人也争相模仿 这种不科学的行为 甚至一度 让海底作业者 以为狸毛成精了 海豚作为海中最友善的动物 甚至会在大雄身后帮忙推车 可乌贼对大雄就没那么友善了 他们在海底发现了 百年前的沉船 还跟鱼儿共同起舞 就在三人无限唱旗时 前方却出现了大陆架 就在大雄担心这样的死亡坡度 会让自己挂在途中之时 远处却游来一条巨大的抹香精 在他一跃而过时 大雄注意到了他身上的伤口 而后三人追随着抹香精 一同踏入了大陆架 可大雄的骑行技术简直离谱 完全不知道在下坡处减速的他 火不其然翻车了 可大雄并未摔成渣渣灰 因为水中的浮力 保住了大雄的生命 而他们也在这里看到了海底电缆 也正是因为它 我们才能看到国外的转播节目 深海对于人类来说 一直是未知的存在 也生活着大量鱼类 水中的浮游生物 为它们提供了食物 而一提到吃的 大雄的肚子就响了 也不知道深海鱼 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 几人说吃就吃 然而就在这时 一头乌贼王悄然出现在了大雄身后 大雄膀胱一扫 整个人都惊呆了 三人骑车便开始夺命狂奔 可人类又怎能跑过 原本就生活于海洋的生物 三人骑车跨越万米深沟 本以为可以拉开距离 可大雄却不幸被抓 关键时刻 小多拉还总爱掉链子 眼看大雄要成为晚餐肉 抹香精从远处飞边来 撞向乌贼王 救下了大雄 可抹香精也被乌贼王牢牢吸住 最后双双坠向了更深的海洋 他用生命救下了这个 只有一面之缘的少年 而后三人来到了目的地 靠着气球的福利 三人再次回到了海面之上 恰巧出现在了 刚到此处的虎夫二人身边 大雄虽然靠着开挂的自行车 在水中游刃有余 可如果到了陆地上 虽然动漫中没有给出抹香精 为何受伤 但不难想象 这些伤害应该来自于人类 在抹香精体内 还有一种名贵的材料容咸香 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只希望人类可以不要为了一起私欲 再对这样友善的生物恶意不杀了 如果背后有人拳头说话的胖虎围胶堵截 前方还有路障封住去路 你会怎么做呢 大雄一个风骚走位 就想用自己没有的运动神经 跑赢这场危机 就在最后一秒 大雄安全进门 可惜动作太大 蓝胖子只听一声巨响 妖兽了 这是跟老妈对着干呢 可被老妈教育 总比被胖虎追上要强 大雄渴望自己变成神形太宝 蓝胖子还真有这道具 拿出道口这段套装 只见蓝胖子往地上一放 就开始迈起了队友 把大雄大碎花瓶之势唱了出来 老妈自认脾气暴 但那都事出有因 起了下一秒 自家里出现了路障 自认大伤腿的老妈 可不信自己会梳在腿上 可显然是低估了社会的险恶 两人决定暂时将老妈封印 然后自己出门去干一番大事业 自家门口是重中之重 其他地方也不能松懈 布置好一切 就等着胖虎前来送人头了 说曹操 曹操道 本以为胖虎会牙子必报 其后胖虎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大雄之后求着胖虎 打我打我 眼看胖虎想息事宁人 大雄之后有狠话刺激胖虎 大猩猩胖虎立马原地上线 按下按钮 其后胖虎也尝试到了社会我熊哥的险恶 胖虎可不会坐以待毙 请释放远程攻击 可惜啊可惜 大雄可是穿了反伤甲的男人 胖虎再起不能 今日就是笑着激怒忘财 按下按钮 差点把狗子的牙磕掉 其后大雄有了道具就作死 竟看起了胖虎的老本行 小伙伴们全遭了大雄的黑手 来放的圈大雄适可而止 可大雄却狠心地对自己的育儿机器人下了手 其后胖虎就发现了此道具的破绽 绕了远道来围堵大雄 此时的小夫正跟老妈吵得不可开交 这些老妈擅自决定了自己的人生 此时的大雄正好逃到小夫家 后有胖虎 竟有蓝胖子 既然小夫要跟老妈做个了断 大雄觉得正忙得帮 封锁了大门 还要把整个家都当成最后的堡垒 胖虎堵门叫嚣道 有本事你出类呀 小夫妈还不知有家不能回 就看到大雄跟小夫组成了临时同盟 小夫妈告诉小夫 妈妈都是为了你好啊 可大门出的路障 却不明白老母亲的苦心 客厅不通 窗口也不通 最后只剩下一条路 没想到小夫家竟有地下室 打开沉重的大门 蓝胖子就是一个冲刺 可下一秒就顶着一张猴屁股脸回来了 少年意气风发 世界不足为惧 既然外患已解决 两人也就没啥可怕的了 但万万没想到 主妇的手段竟如此惨绝人寰 猪牛羊肉小龙虾 一天三对小烧烤 可露目掐指一算 大雄两人命中缺串 蓝胖子还贴心地放了一盘在旁边 决定以食又敌 就在大雄还在算计 能不能跑赢这盘烧烤时 心露心露动了 天若有情天一老 烧烤下面有陷阱 套路这么深 大雄两人还哪敢惦记烧烤 为了分散注意力 两人决定看露目动漫 其老露目动漫 竟是姓姆斯此笑的剧情 小夫本就被感动 老妈还拿着扩音喇叭 请求小夫的原谅 小夫虽想原谅 可小孩子也是要面子的 这苦情戏都给蓝胖子看懵了 可小夫妈的剧本还在继续 妈妈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啊 眼看小夫有所动容 大雄慌了慌了 他慌了 可电视上老母亲说啥话语 小夫妈就一字不诧地重复着 大雄希望小夫清醒 可剧情到了高潮 谁能不感同身受 按下按钮 小夫与老妈来了个世纪相拥 两人争吵的原因也浮出水面 不是小夫摆棉花糖味的巧克力 而是更爱巧克力味的棉花糖 这两种食物有区别吗 反正陆木觉得貌似没差别呀 大雄正面也迎来了终极审判 后方是加起来有500斤的重量级选手 而前方就是放了路障的家门 洗了大雄一个脚滑 遥控器掉了 前方是挡了去路的路障 后方是磨玄荷荷的胖虎 那么大雄这次会被吹出几个包呢 大雄睡一觉 车给充满电了 再睡一觉 洗衣机都能自转了 一直被嫌弃 只知道睡觉的大雄 为何今天却突然逆袭 成了人类高质量男性了呢 睡梦圈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那就是把自己的生日都给睡忘了 重要的日子做重要的事 大雄决心做个人类高质量男性 可大雄选啥不好 非得要从作业下手 果不其然 还没开始就已结束 这也不能怪大雄 毕竟谁学习不犯困呢 看着一片空白的作业 蓝胖子都羡慕大雄这种 可以把混日子混得如此安心理得的 蓝胖子灵光一闪 拿出午睡发电机 放到大雄枕边 一道圣光闪过 电力值嗖嗖猛标 蓝胖子还美名其约 说是可再生新能源 大雄想起床做作业 可蓝胖子却让他继续当个睡美人 毕竟大雄睡觉十分钟 电量足够用一天 这效率 蓝胖发电机 不仅如此 就连洗衣机都能带动 大雄简直就是个睡觉小天才 帮家庭主妇省电 老妈高兴的 就要在大雄的生日上给家餐 这时 财大气粗的小夫犯起了愁 开车自驾游 还没出发 车却没电了 大雄抱着午睡发电机上了车 小夫哥还没整明白咋回事 大雄一坐在高档真皮坐垫上 秒睡了 只需短短一分钟 就把车冲到了满阁 小夫这个人类高质量男性 爽快地送上了千元巨款 这下大雄又抓住了财富密码 许个牌子已经卖上电了 却首站告捷 因为用家里的电不是更方便吗 这时 静香找到了大雄 要在大雄生日当天 送上爱的小饼干 可烤了半天 饼干竟然还没熟 原来是周围电线短路了 炎热的夏天风扇不转了 创关时电视关闭了 但大雄这面却不同 凭借着自己睡觉的能力 成功得到了女神的青睐 可下一秒更多的人找来 因为小镇停电了 大雄这下来大生意了 只要闭眼睡个觉 就能让电视冻起来 简直就是地毯新生活 主要还是能赚钱 可在去下一家的路上 大雄却被绑架了 胖虎不是善茶 可大雄偏偏还跟他谈钱 免费发电那叫人情 如果敢拒绝 那就叫事故 为了可以白嫖更多店 胖虎让大雄住这里 可今天是大雄生日 胖虎怎能不表示呢 就要开口畅晕大雄好发电 吓得大雄赶紧溜了 夜晚的小镇一片漆黑 但大雄的传说却一传十十传百 当蓝棒子找到大雄时 中人为了抢大雄都快干起来了 就在大雄困惑时 蓝棒子及时赶到 可大雄觉得生日必须要有意义 决定帮助大家 中人排着长队 只为等待大雄的店 蓝棒子也帮忙打下手 可大雄睡得太多了 根本睡不着 但还有很多人在等着用电呢 大雄呢怎么办 只能继续睡 可店表纹丝不动 看着队伍越来越长 这大雄睡不着 也得逼着自己睡了 可大雄的生日必会出现奇迹 只见一盏两盏 三盏四盏 这颗小镇的灯都亮了起来 终于熬到来电了 大雄也赶上了自己的生日party 吃的正欢时 灯一按 大雄以为又停电了 确实来自老爸的惊喜 大雄吹灭了蜡烛 祝大雄生日快乐 那么小伙伴们觉得 大雄今年会许什么愿望呢